來看一下這個Google表單 那Google表單的話其實實際上是一個什麼Google文件 特殊的Google文件 所以你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從這邊去新增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這裡 在這邊 在新增的時候 這裡就有一個很特別的 你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 這裡沒看到更多 在更多裡面嗎 有看到 正常的講應該是第一次打開就會看到 因為我現在是學校網路上比較多 那你從這邊增加Google表單就會看到 那 我是學校網路所以我會多了一個這個 多了這個設定 可是呢 標準的是直接就進到下面這邊來 所以這個我就直接隱藏起來 不用看 那這裡Google表單要拿來做什麼 比如說有時候你要像我們的報名也好 或者 延期啊還是說 廣告也可以 對對對 我們有自己的那個內部網站 有些單位他們會有自己就是內部公用的網站 比如說如果要做內部的公告啊 就是自己單位裡面的公告啊 或者是說一些表單的申請 因為那些外面也不需要知道嘛 比如說像我們派車 我們可能這邊派車有很多 就是沒有 沒有特別整合一個 因為那個就是很早以前開發的就是 系統 就直接寫一個系統 直接弄個系統 對 就類似像這樣可能它會有 現在大部分很多是分散在不同地方 派車就派車 然後就是 就是沒有一個好像就是 好像我們入口網站裡面 就是進到自己內部 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 沒有 好 OK 那像所有門剛剛有時候要團購 因為我在那個水利署那邊 我們 我會幫那個 財政局我幫忙做一個 那他們就會 有一個情形是 需要線上調查 調查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每年他會有那個福利金啊 啊真的要買什麼有沒有 哈哈哈哈 買哪一家的禮券啊 還是什麼 他就要內部自己先調查一下 不然你哪一家傳那個有些人都沒看到啊 對不對 好 那這題外 那 這個部分表現 事實上可以做蠻多事情 好 那 一般呢 你覺得 我們問卷裡面 調查的話 大概會填哪些選項 除了標準的可能性名啊 一些基本資料 那就一般的文字檔位 還有那個什麼 選擇題 方選題 還有 有的是像阿斯的有沒有 所以我給你看一個好不好 給你看一個那個 我 幫那個 中共大學的 中共大學他們那個 教學發展中心 因為像我們是幫上課也好 常常都會需要就是 你上完的 比如像我們這個演習完的 你有準備那個嗎 問卷調查 這老師講的不好就是 哈哈哈哈 哪一個調查在我們面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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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會需要關注我們事情 對不對 其實我原本 有想跟各位介紹 因為 這個叫協作平台 這也是Google的 其實 對於就是說 如果你是對外公開 有些時候某個主題的網站 但是我們不見得有經費 請人家專門做用地方設計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樣去整理 像我就把 我上學期 到這個學期 包括我們上課的所有的資料 然後呢 錄影的影片 問卷調查都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 學問來上課的時候 就填一填 填完的就看到結果 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個問卷調查 其他那個 沒有關係的 不講 然後你看有沒有 這個問卷 像最近就是20號的 剛剛上完 禮拜一 好 那你可以看這個問卷呢 拉過來一點 像這樣 我都有幫他準備好 你填完的 你想要看一下那個統計結果 我把連結準備好 還有真正的回覆那樣準備好 其實 各位我不知道 你填那個問卷 你會不會都有一些疑問 你不想 因為不管到什麼 很多現在都要填問卷嘛 包括吃餐廳啊 你有沒有想過 填完了之後 他們都怎麼處理 還是只是石塵大海 做個形式做個表面而已 哈哈哈哈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別人填什麼 對不對 對啊 你也不知道說 欸 搞不好我提這個問題 搞不好可能 別人也有一樣的問題啊 我先看統計結果好不好 等一下 因為如果說你回來還要自己就很累呢 你看比如說 欸 他馬上看到 欸 對於這個活動時間的 時段的安排覺得好不好 好 然後課程的規劃啊 講師的能力啊 然後 受課內容 受課技巧 有沒有都統計好了 多少個人都好的啊 有 然後呢 有一些是屬於就是那個你的意見的啊 就直接表達到下面啊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有 好像比較快啊 因為我不用整理啊 對啊 對啊 至於說你這個討論要不要給人家看 你可以自己決定 預設是沒有啊 預設沒有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不要給人家看這些內容 那麼 真正他填完的那個表單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伊斯爾的檔案 就是表單非表單 他還會產生一個獨立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統計的結果 就好像你用伊斯爾的函數圖表去產生出來 那真正填的內容是像這樣 什麼時候填的有沒有 那填了什麼選項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檔案把它怎麼樣 下載下來就好了 如果你有真正還需要另外做統計的話 你就耳外再做 反正它就是一個伊斯爾的檔案而已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問卷的內容 你看問卷一般 以這個來講的話 它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叫做 就是現在的那個量表 很多都是用這種的 有沒有 滿意不滿意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一下齁 你覺得伊斯爾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先不要看這裡 因為有些人 認知裡面搞不好伊斯爾是最滿意啊 有些人認知裡面 可能是伊斯爾是最滿意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那個問卷掉了之後會有兩根 寫了一下有的這麼長有的這麼好 因為有的人 即使已經寫這樣還是會 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填錯 所以這個還是要記一下 因為它現在其實支援的這個 像剛剛這一種 然後你看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有沒有 意見的部分 就給它填嘛 然後呢下面呢可能會有一些身份的 這個就是屬於什麼 是 單選題或多選題的 對不對 對啊像這樣 那它很好的一般就是它也可以設為什麼 就是其他 這個你都不用寫程式 直接就用了 那如果你是必填的 它會有一個信號 你可以自己決定 甚至你要輸入的那個格式 格式 比如日期啊 時間還是說字數多少 它也可以去做限制這樣子 所以做好了之後 就可以經由這邊做一個所謂的送出 不過呢 有些人就問我一個問題 提交很難聽 可不可以改成送出後確定嗎 很抱歉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那是Google自己自己弄的 嘿 嘿 這個提交比較感覺 比較像對岸的那個感覺嘛 哈哈哈哈 你就覺得好像不是我們常用字啊 常用的那個慣用語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不能改這樣子 那現在呢其實 陳教授在跟他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他最近也有弄一個啊 因為Google最近的這個 還是因為把它放在我們的寫作平台裡面 所以其實我不太需要做什麼 做美編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白白的對不對 因為旁邊就有網頁的內容了 那如果你是單獨一張的 我可能就是一個網址 就是它都進來就直接填這個 沒有旁邊這個 白白的看起來就不好看嘛 那所以他最近呢 有新增 就是你可以制定這個版面 除了有版本比較豐富一點 你也可以自己放自己 比如說我好像放自己的LOGO 對不對 那這樣人家比較知道說 欸 我的這個單位是什麼 好那你就可以 自己去制定 這樣人家比較了解 Google表單要做的東西了 了解了齁 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我們真的呢 就自己來做看看喔 從這邊 看一下 不是這一個 好你看他在這邊 那第一個呢 他就問你你的表單 要叫什麼名字而已 好你可以自己 其他你從這邊決定 比如說我的 問 嗯 好那 這邊呢 就有他的題目 好題目 那 你的題目到底是哪一種的 我怎麼知道 從這裡 從這邊 有沒有單選的 這個 單行的 多行的 單選的 同取方 下拉式 我們剛剛那個12345就是數字表示的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那個數字多少 好 數字多少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麼還有日期的啊 時間啊 好他也可以自己填 所以 一般來講 剛開始可能你會請他填一些基本資料 對不對 填基本資料 那大概就是單行文字比較多 好就是預設的這個單行文字 那麼 你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比如說 請他先填一下他的姓名好了 好 OK 那姓名因為是必填嘛 所以呢 在這裡有一個進階設定 有沒有驗證 驗證資料 欸 我看一下 不是 在有一個必填 啊在這裡 將他鉤為必須填錢 那如果你要針對他的內容 再去做驗證的話 你就可以 在那個進階那邊 好 那這樣好了就完成囉 你看對吧 按一下 這一題就好了 那麼下一題 搞不好你可能說 如果一樣是這個文字類型的 文字類型的 你看齁 我可以在右手邊這邊 你要繼續編記 可以從這邊 那這個有沒有複製 因為有很同類型的嘛 就直接複製 欸 有沒有發現 下面是不是多了一個 就一樣的出來了 所以其實他蠻方便的齁 那如果這邊我可能就改成 呃 這個 我看一下 嗯 單選好了 單選 假設這個是那個性別 OK 那你在這邊選項 這個 要先打嗎 應該的 不是嗎 好 那要你有其他你就勾起來 那要有 有某些勾條 成功第三性嘛 哈哈哈哈 好 你也可以在這邊勾起來 那一樣 必打的 反正你剛剛複製的 所以那些選項 他要幫你記得 好了之後就完成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兩個就好了 好 那其他的其實都雷同 我就先不講 那 這個呢 你如果好了之後 你可以先查看即時表單 他就會給你看一下 哦 原來 你出來之後就是這樣醜醜的一個 有沒有 如果你不想要這個醜醜的 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在這裡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變更主題 嗯 這個地方就是他 我們一般講的所謂的那個範本 好像那個範本一樣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點了之後呢 在右手邊 他就會出現 他內定的一些那個 基本的那個 主題 好 你可以往下捲動 看你想要 你拿一個為基礎 好 你拿一個為基礎 那如果說 我想要你 像 這邊 看看有沒有比較適合的 好 假設這個好了 點了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變了 對不對 你可以先再來看一下 一樣 查看即時表單 有沒有好一點點 對不對 可是上面呢 還有這些文字的顏色啊 不見得適合你 好 好不見得適合你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需要用自定的 你看 當你選擇了之後 在這邊 有沒有要自定 自定號 所以其實現在的方式就是 你不用學會什麼 網絡設計 我就可以做 我就可以做 那你可以從這邊 他可以包括 你可以 圖片你可以換 標題的文字大小 說明 問題的文字大小 這些都可以 調整 顏色跟大小 調整顏色跟大小 所以你看 然後假設我今天想要換這個 看一下標題 是這個 好標題 我覺得這個顏色不太適合 好變成黑色 有沒有就變了 只是字型 當然就比較沒辦法 因為字型的部分 好 網絡上的中文字型 你有看過網絡上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中文字型嗎 主要如果那個是字的話 就兩個 星系名跟標卡 還有一個現在多一個叫 多一個正黑 多一個黑體可以用 其他你看到 更多特殊的 多數是以圖片的方式存在 當然現在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是 台灣叫做字型伺服器 也有 但是目前網絡用的很少很少 好 好 那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可以再去做一些改變 好 像這個 標題好了 誒說明 問題 問題這邊 誒 我也不想要用這個顏色 我想要用別的 可是不夠大 告訴他 再 大一點 但是人家看得比較清楚 對 那選項也是一樣 就像這樣子 如果你確認好了 就可以直接 一樣 這裡有一個其實的 好就可以拿出去 那如果你的圖片要變 你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去 改成我們自己的 就好了 改成我們自己的 這樣就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 好 那 這個已經OK了 那我們來看呢 如果你已經設計好了 你要給別人用對不對 你就 把這個網址給他就好了 你看 查看其實表情 你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下來 那你只要貼在mail裡面 或者是我們廣告的上面 那別人就可以進來這邊 好就可以進來這邊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 查看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我剛進來了 我先填一個 好 限別 如果今天這裡我沒有 沒有填的話 有沒有發現送不出去 對 因為我們剛好設備填嘛 所以在這裡呢 如果確定了 好 就看到了 裡面有沒有發現 當我送出來之後 它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文字顯示出來 這個也可以改 也可以改 比如說這個 你拜完名之後 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 什麼什麼什麼樣的事項 那這個呢 是在這裡面 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這裡 編輯 編輯問題 齁 在最下面那裡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可以齁 只是字不能很多啦 字不能很多 所以它 它在這邊你也可以就是 用一個你自己的訊息 甚至就是把我們的網站啊 網址啊 把它弄上去 那它有一些問題 它就可以到那邊 再去 繼續瀏覽它的 好 那像這樣是還蠻單純的 就是直接 它的題目 加上這個問題 有沒有像這樣 欸 可是 有一些喔 有一些的話 可能題目裡面 如果你是要做一些 比如說 線上做測驗 欸 我們可能有一些問題啊 請大家 來做回答啊 那這個時候 也許你會問到什麼 圖片 或影片喔 有沒有可能 有各位 那 這個地方呢 我給各位看另外一個 這個 這裡 因為我 禮拜一的時候 我有問他們一個問題 上課前要先問問題 在這邊 啊 這邊 我有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問他們說 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有一個那個 數字 對不對 你可以調整品質啊 啊 那個是代表影片的寬還是高 在這裡 你看我上面這個 有查錄的一個影片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讓他直接 多看看那個數字 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我先停 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在運氣裡面插入的是影片 影片 影片 對不對 那我就問他說 這個數字在搞的是 我知道數字比較高 品質比較好 可是這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高度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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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被一個其他你看 哈哈哈哈 老師有那個 哈哈哈哈 答案是高度 對 其實你看到這個啊 他指的是什麼呢 你看喔 有沒有發現720 後面就是HD的 對 可是他其實是什麼 1280x720 影片的高度 所以我們一般DVD的品質是多少 720x480 有沒有 在這邊 VCD就是320x240 所以他的數字指的是這個意思 欸 那 這更高一點的 我們用它本來是HD 所以你有的地方會看到1080 有沒有 這個指的是1920x1080 那如果你在高一點 有那個4K的啊 4K的他後面數字又更大 可是 那個是高度 所以因為我們 我禮拜一上的那個是做影片剪接嘛 這個要先會嘛 所以就先考考他們 那我給你看到就是 欸 我用的是什麼 是不是插入影片 當然那個插入圖片 所以你的問題裡面 你看 我們回到這邊來 如果讓你有那種題目 我就從這邊齁 再複製一個 插入一個新的 好的齁 從這邊 那 那種題目怎麼辦 有沒有發現 在新增項目的時候 就要做一個叫影片 他本身其實 影片本身 或圖片本身 並不是題目啦 而且我就插入圖片給你看 當作一個說明 這樣子 當作一個說明 所以其實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或者是什麼 有時候我想要先 請你 我介紹一下 某些基本概念之後 你再回答這個問題 對 所以有時候你常常講 答案就在影片中 哈哈 就像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 電話能夠蠻多的 你可以做個參考